- 拉丁舞蹈派对热力四色 还有猫空可爱角色伴游 台北捷运公司举办为期两个月的 庆祝猫空缆车15周年活动 包括露天茶席户外双人瑜伽 及拉丁舞派对 也开始营运三猫吃喝玩乐的社群网站 欢迎民众来挖掘三猫地区的私房景点与优惠 其实缆车基本上也就是三部曲 第一个 你要向社会大众说明我们这个系统是安全 第二个 我们要在这个安全制度下 如何确保我们很稳定 非常的可靠的来负责营运 第三个阶段就是财务问题 就是营运的财务问题 所以我们在105年 这个票价也重新调整 那即使是这样的票价水准在全国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便宜 廉价的一个连价的运输 所以其实我们在疫情前 这个香港还有这个日韩游客都非常喜欢来我们这个缆车来体验这个猫空 体验我们缆车跟猫空的文化 那现在因为疫情 这个疫情这个确实财务也是受到影响 那甚至在我们因为代操了 所以我们整个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交通的系统 事实上还是要感谢这个市政府大力的支持 这个我想不管是游客或者是当地的居民 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系统 都是市政默默的在支持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运运 那基于我们是一个受委托的党委 我们事实上也有一个责任就是说 让这个系统不止安全可靠 还要能够财务永续经营 所以市府我想在复密的这个指导之下 这个市长支持之下 也有进行的所谓的这个三毛2.0计划 那这部分我想这个既然是一个旅游景点 而且是面向国际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亮点拿出来 那我想市府一直在讲说品牌 毛孔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大家都很清楚 那现在重点就是说 怎么样那个品牌的价值能够彰显出来 我们已经用这么廉价的这个交通的成本 来支持这样的运输的话 那怎么样结合当地的这些特色 我想这些特色大家都非常清楚 包含我们指南工 包含我们这个邮人神谷 包含我们一些查的一些机构等等 民间我想我们把目标确立 让这个整个的旅游价值能够产生 我想这个在未来的这个营运 尤其是猫空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 应该就是千景可惜 这个猫兰15年了 猫兰也是我们台北市的指标性旅游 那到现在已经15周年了 做人已经超过3000万人士了 不过15年来也亏空了18亿以上 不过是这样 这个地方还是有愿景的 因为将来樊壮县跟文武县在这个地方交叉 再加上安坑的清贵 再加上猫狼 不过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道 将来还是相当有前景 那我们当时在想说 如果这个地方要去进一步发展 到底要什么处理的 那当时就提出一个叫三猫计划 猫空猫兰跟猫雄 猫雄指的是动物园 那猫空有查文化 那怎么把它弄成一个台北市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那边到现在为止还是有那个查文化中心 每天都很在讲解这个猫空的铁观音 那最后就是这个猫 据我所知这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两车 难怪亏损这么多 那不过是这样啦 要把这个地方的整个人文啊 生态全部做起来以后 才能够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所以事实上这个15周年只是给我一个 一个暂停下来想 也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发展 所以这个环状线还是要尽快完成 那安坑那个轻轨就看中央怎么处理 那将来这个 如果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交通邀道以后 这个交通方便了以后 如果让猫空变成一个台北市的一个 更有气质的休闲文化中心 这让整套做起来 所以现在要做的事都是 怎么去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所以这个就大家继续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在地理帐也推荐民众好吃好玩行程 串联猫懒观光走线 配合我们当地的一些的活动 就是在刚刚那个电视墙上面 它有介绍在10月22号 有一个露天的茶席的活动 这个就在我们猫空上面来举办 那我们希望大家有空能够 西家带卷的一起来我们猫空 参加这个茶席的活动 同时能够坐我们在地 就是我们全台北市最长的缆车 来上到我们猫空 欢迎大家届时能够 来参加这个茶席 因为我们每年也都会有举办 我们猫空自己上面的一个 那个千人茶席的部分 每次盛况都很很多人参加 那这次我们希望也能够透过缆车 25周年的行销 能够再次把人带上我们猫空 全新的猫懒活动IP共都拉 也在这次记者会上首次亮相 五个吸睛角色 以猫空知名的茶文化 与生态动物为主题创作 将会在专属的IG及FB登场 带领民众一同玩猫空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